早晨 各位 多謝 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是 2月8日 農曆 29日 29日 澳門的天氣 又下雨 又 只有幾度 9到10度 以上 今早出門大約是10度 昨日 年28 家庭 大掃除 休息了一天 年29 今天 出來逛街 這個位置 是 清平直街 福隆新街 時間是 10點45分 福隆新街 暴行街 應該是 11點開始 早上有無無雨 月下 應該沒有雨下 天氣 氣溫也 暖 一點 年29 明天 年30 很多 朋友都 下班 以前 燒串 炮掌 下班 現在 聽不到炮掌聲 很多人 很多人都 大包小包 回鄉下 今天 在福隆新街 都幾 冷清 雖然可能早 那些自由行 應該都差不多到步了 可能會少些吧 起碼都要 回家走一走 醉一醉 起碼過牌初一才出動 應該市面剩下一點 甚至有些朋友都中央澳門過年的 甚至有些朋友都中央澳門過年的 但是 留意 澳門的 食的很多地方都休息 很多都休息 很多都休息幾天 除了一些升級酒店 做遊客生意的地方 不打仰的地方 一般的內街 民生區都休息 都休息了 所以 出來吃東西都 做好功課 這裏是大街 以前的舊金壁 以前在這裏有樓上吊坡 以前在這裏有樓上吊坡 後期就過了麻雀館 現在就 關上門 下板 我們從這裏 繼續向前面的營地大街走 一條直線 可能由於有些雨水 有些賀年的燈飾 裝飾都未曾安好 下膠布 下膠布 等好天才 放出去 時間可能還是很早 很多店舖都關門 不知道他休息 還是接著 出到新馬路 車子很繁忙 過了馬路 我們向營地大街走 這裏 有些旅客 有些自由行 都幾多 我們一路走進去營地大街 新中央 拆了板 裝飾 裝飾 全部拆了 垃圾都清走了 準備開業 我們看看民生區 年二十九什麼情況 澳門新聞 早前政府說 即使 沒有時間表加價 昨天突然加價 即是今天凌晨開始 即使加價 最新的價錢 以前十九元起標 現在加到二十一元 現在二十二十米 加兩元 停車等候 以前一分鐘就跳了 兩元 現在五十五秒就跳了 兩元 有收行李費的 還有澳門網路環頭 也要收付加費 雖然加幅大約一成左右 那些的士司機大哥哥 應該都不會代替一成 知道行規 的士加價 車租也加價 實際上他們不代替很多 反而政府減游稅 油價 就會得益多些 這裏是營地大街 感覺上 都叫做多人行的 這裏賣賀年東西比較少些 始終是遊客區 旁邊街就是噴水池 既然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又想去 吃碗叉燒飯 好景都沒有光顧很久了 走過去喝杯水 當中午飯 吉慶利 對開就是 米造街 坐下 坐下 開了位置 感覺上很多都是自由行 上一年紀的朋友都差不多走了 這裏 藝牌吃叉燒飯 這裏是叉燒最出名的 點心都差不多賣光了 做個花生燜豬手 好 融化 吃 不錯的 不怕肥 應該已經出油了 叉燒飯的水準也是保持 這裏一辣 對面當中也是自己的店 下樓是50元 連上茶位 我們繼續走營地大街 反而這一區又沒有什麼花賣 要出到十六袍那些地盤才有花檔 或者來到那些 爛地盤才有 沒有右漢那麼集中 仍然是很多朋友出來買 那些 瓜瓜菜菜 買回一隻 新鮮雞 現在澳門有鮮雞賣 早早就 湯好 三小時內 就運到澳門 快點 今天走一步走走一步 舊區舊街 大三巴就不要上了 應該是很多人 每一天都會迫爆大三巴 尤其是噴水池 露哄的 金剛大道的那些 星級酒店 到處都爆了 我們轉到關前街 可能天氣冷 大約是十度至十度 每個人都穿得很厚 都穿得很厚 很久 很長假期 澳門由年三十晚開始 明天開始 打落就 很多節目 要拿著時的辦表去看看才行 今天有一檔 新開張 馮基 三盞燈 哦 開了一間訓店 挺熱鬧 沒有龍武師 這個 下重本 豬腳薑 三盞燈 對開花火 那條 暴行街 第一間 這裏做一檔 豬腳薑 買牛雜 麗牌 這裏看上去就是爛鬼樓 今天全部門 店鋪都關門 這裏 如果入夜有雨仔下 就 好靜的 這裏 沒有人走 幸好一間新酒店開了 在附近 都不是說酒店的 這裏是女社 平價女社 很多朋友都喜歡這裏便宜 又容易找食物 這些攤檔都未開 關前街 關前街 入少少就是爛鬼樓 我們繼續走 很多店鋪都關了門 地下就一路一路開始乾了 一路好一路 熊記豆腐 凍出牌子 後便休息吧 連串令 才開始 開 很多朋友來到澳門自由行那些真的要留意下吃 很多地方可以休息 可以去一些酒店的高級地方吃 沒有的有位和人爭下位 這裏走過的就是果蘭街 過了明天,一路都安靜了 這裏的路全部回鄉下 又未開工,到處休息 再走過一點點就是快艇頭街 我們出去十月初五街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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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開 快 Suddenly 走開 走開 雨 走開 起點 快選擇 wend cosas Anchor 快艇头街,以前叫做咸鱼街,因为整条都卖咸鱼 时香的老板都很努力,一早就开档 出来十月初五街 我们逛逛街头那边,直到享乐馆 我们逛逛街头 这几间都是老字号,很多年了 看一看南平,很多人 无名而来,又是爆到写了 我都有一些老顾客帮顺的南平 今天十月初五街也挺静的 这几间旧屋,应该是大装修的 这几间旅屋,早几天就搭了棚 这么快出去就拆了棚 可能清雅里面的垃圾,有些地方可能真的坏了 这几间旅屋,澳门真的好似,感觉上不太连味了 这几间旅屋,没有什么过年的味道 看看鄰近城市,例如广州珠海,周围的人山人海 这几间旅屋,这几间旅屋都插不进去 出门旅行的朋友,留意了 现在,过来的天气很不稳定 出了广东,出了广东的天气,周围都不一样 雪雨冰冻的天气 我们继续走马这段10月初五街 那些买瓜菜也是人多些 不愿意买买瓜菜摘连 不过不同以前 以前还没有超市 现在的超市都买了瓜菜 每天都有供应 这两个人 都没有再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